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他们下面的周围介绍 这一期给大家一款 这个叫房地产拍卖的一个小游戏 那么它是支持三到六人玩的一个 非常轻松欢乐 然后简单的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时间也比较短 一下来可能就十分钟 那大概就是每位玩家 都是这个房地产投资人 需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运气 去获取更大的利益 那我们不说那么多 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 好游戏的内容非常简单 有一搭钱币 然后两种卡分别是这个 物权卡以及这个资金卡 物权卡的相当于是房子 那么它是按照这个上面印的数字 从1到30 当然数字越大的房子 它就看着非常酷炫 以前这个30都住到宇宙去了 空间站 然后这个像这种7 就比较克战一点 是个小帐篷 类似这样的 1到30 每个一张 然后这资金卡呢 是0到15 然后没有1 就是0 2345678910 这样的一次类推 0到15没有1 每个各两张 这个要注意 好 那么游戏支持3到6人玩 那么一上来呢 需要设置一下 这两个排库 如果说你是这个 三人玩的话呢 这两摞卡 洗好以后呢 每一摞背着呢 各抽掉6张 像咱们现在 这个示范呢 就是一个三人局嘛 所以就需要 抽掉6张 给它从游戏中移除 不要让人看见 本局游戏中 就不会用到 这个资金卡也是一样 你给它洗好以后呢 随机抽掉6张 这就是三人游戏的设置 如果说你是四人游戏呢 就各抽两张 移除游戏 如果是五人或六人呢 就一张都不抽 直接就用所有的卡 然后如果你是三到四人游戏的话呢 一人其实有这个一万八千块钱 然后如果你是五人或六人游戏的话 一人七手的是一万四千块钱 那这就是所有的设置 好 那么设置好以后呢 咱们正式来开始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首先一上来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 来大家来这个用你手里的货币 来购买这个房产 首先呢 将这个刚才洗好的房产卡呢 背着啊 抽出这个玩家人数的章数 那咱们现在是三个玩家呢 就是抽三张 然后呢 一开始呢 就由这个随机一位玩家啊 假如说这里面以我 现在这个视角的这位玩家开始 从他开始这个竞拍啊 他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以一千位单位呢 来这个竞拍这个房子 要么就是说他不拍啊 就过 如果他说过的话呢 他需要将他现在已经竞拍的钱呢 的一半向上取省呢 交给银行 并且呢 拿走当前厂商所剩的这个 最不值钱的一个房子 就是数的最小的一个房子呢 加到自己的手牌里 如果说呢 他愿意拍呢 就喊价 那假如说第一位玩家 他说那我 这有25吗 还是比较大的 他说那我出两千块 他把两千块推到前面 表示他准备出两千块 然后这位玩家呢 他说那我出四千 好 他把四千的推到前面 好 没有问题 好 到这位玩家了 他说哎呦 那我就不想要了 我说我过吧 我过了啊 过了以后呢 呃 那他呢 就需要把这个二拿走 由于他现在 这一轮之前 他并没有出价 所以他就不用给银行钱 那像我刚才说的 假如说 他之前已经竞拍过一个价钱 假如说是一千的话 那他需要把这一千都给银行 如果是四千的话 就需要给银行两千啊 就是需要交一半 向上去扔给银行 好 那么再次轮到这位玩家 这位玩家呢 他说四千的话 有点 有点多了 有点多了 那干脆 我就不出了 他把这个当前厂商 最小的这张卡拿走 然后他刚才竞标了两千嘛 所以需要给银行一千啊 把这一千推给银行 好 然后呢 最后呢 轮到这个玩家了 他呢 就是最高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啊 竞拍者 但是因为呢 他是拍到了最最之前的这张卡呢 所以他需要把刚才他竞拍的 所有的钱呢 都给银行 就是说他刚才竞拍了四千嘛 他需要把四千都给银行 而不是他的一半啊 这要注意 好 那么这就是一次竞拍这个活动 那么 接下来进行第二次啊 再抽三张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从谁先开始竞拍呢 从谁住的最贵的房子 那个玩家开始竞拍 那他有25号房子嘛 所以他住的房子最好 所以从他开始喊家 他说那我直接喊三千 好 没问题 这位他说那我喊四千 然后这位说那我喊五千 然后他五千 他说那我不要了 好 他把两千呢 给银行 让他拿走当时最不值钱的这个 房子啊 然后再轮到这位玩家 一次类推 游戏呢就这么进行 直到把这个所有的房产呢 全部拍给这个玩家以后呢 进行第二个阶段 好 轮到第二个阶段呢 大家把这个刚才已经设置好的 这个资金卡呢 同样的啊 也是一张一张的 这个一轮一轮的往外抽 抽的数量呢 是这个当前玩家人数三个人吧 好的 抽三张啊 那这一轮大家来干嘛呢 大家相当于是这个 作为房子产投资商啊 他需要来套现啊 那咱们就拿这个 房子呢 来换钱 好 那 每个玩家呢 都决定好自己用哪一张卡以后呢 就把它背着呢 放在自己面前 好 假如说 这两个玩家啊 出这两张 大家都决定好以后呢 同时把这个房子呢 给翻过来 那么按照房子的这个 号呢 来获得这个资金啊 那你像现在二是最小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 零这张资金卡拿走了 那同样的 四是四小啊 那这个 三的这个 玩家呢 他就得到了这个四 四千块钱 然后最后呢 这个九呢 九千块钱 就给这个 用了二十五 这个房子的玩家 好 然后呢 接着进行下一轮啊 再翻出三张 然后大家看好以后 每个人从手里呢 自己选一张 自己的房子 啊 然后呢 把它翻过来 按照这个大小来选 那你像这个 十三现在就给他啊 一万三千块 然后这个 七呢 就给这个 三千块钱拿走了 同样的 这个 十一这个玩家 就把这个 一万块拿走了 好 游戏这么进行 直到把这个 啊 资金卡呢 全部呢 用完啊 排库资金卡 就全部用完 那么这个游戏呢 就结束了 游戏结束后呢 我们来进行 这个终极拒分 来比谁 现在手上的 资金更多啊 那这里面呢 这个玩家呢 他应该是有 六万八千块啊 六万八千块 把这个数字加起来 加上呢 他之前在第一轮 剩了一千块 所以他是六万九千块啊 那这位玩家呢 他一共是六万七千块啊 六万七千块 但是他之前呢 剩了三千块钱 所以最后相当于 有这个七万块啊 那这位玩家呢 他只有非常可怜的 五万三千块啊 那所以说 最后的这个获胜玩家呢 就是这位玩家 好 那这就是这个游戏的 全部内容了 那这期视频 我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看 欢迎大家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啊 咱们下期再见